终于过了实习期 我是一名真正的律师了 一定要造福百姓 律师你好 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请问 我给学校钱 学校发钱给班主任 按道理应该是我管班主任才对吧 而且寝室是我租的 他天天查寝是不是私闯民宅了 小朋友 学校管理你们呢 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好吧 那我期末只考了六十分 能不能让学校 对百分之四十的学费呢 如果你把这歪脑筋 放学习上 肯定不止六十分 律师你好 我想寻问一下 我哥们答应给我介绍你朋友 结果没有 他应该被判几年呢 理论上来说 你哥们是没有犯罪的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对象 都怪他 律师 我给你钱 你帮我把他弄成失信人员 先提升自己 虽然就有猫猫喜欢你了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 什么律师 一问散不知 太不专业了 都是些什么猫 请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就不能来点正常猫呢 律师你好 用现金交易 如果别人拒收算不算违法 两天动地 终于有问正常问题的猫了 是违法的 请问您遇到了拒收现金的情况吗 是的 我托领导办事 给他现金他不收 请问他这样的判几年 据收猫猫币是指在交易中使用猫猫币作为交易货币 而交易是用合法价值互换的过程 行贿是违法的 所以不存在合法交易 也没有聚声猫猫地说 怎么变成我违法了 不是该给领导判刑吗 我已经报警了 剩下的你和警察解释的